今天以后吃了7盘饺子 一盘是10个 一共70个 而且我还没有完全吃饱 嗨各位 今天我们去吃一家饺子 这家饺子在我们这边 还是属于那种小有名气的 包括我后台 很多粉丝都有给我推荐过 他们家饺子 就说非常好吃 就是这家王室蒸饺 阿姨现在蒸饺有吗 我要一个鸡蛋烤饺 然后一个干菜饺 一个笋干饺 再一个豆腐饺 今天的烧心真的炙热炙热 趁阿姨在给我做饺子的时候 我们先来吃点甜品 我刚才在来的肉上买了一点欢油 先来一个绿豆的一个面包 哇 这个面包真的巨软巨软 绿豆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而且它不会很甜 中间夹的是那个绿豆颗粒 然后这是一个他们家新口味的水面 叫龙井荒味荔枝血泡子 嗯 这个真的可以 它非常浓郁的一个龙井的香味 然后中间是一大颗荔枝 里面的奶油一点都不腻 整体清甜 然后这是一个芋泥的 他们家的芋泥血泡子 真的是那种芋泥脑袋超外的 芋泥腿的量非常非常的扎实 再来一点西瓜 夏天真的西瓜是我的本命 别不开分小杯西瓜 我的饺子切上了我们就不等菜上起先吃饺子 因为这个饺子得趁热吃 先来一个梅干菜的 这个梅干菜是来他们家必点的 它这个饺子皮是那种手感的 所以吃起来就是比较有韧性的那种 但是肉很薄 里面的现加了梅干菜吃起来的话就不会那么腻 咸咸的鲜鲜的 这个梅干菜蒸饺真的不配说是很多人不远万里来他们家吃的 然后来吃这一个豆腐饺 它这个里面加的是那种嫩豆腐还有肉末 吃起来有豆腐的那种嫩嫩的感觉 但是又有肉的香味 这个很好吃 而且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豆腐这样的饺子 然后来一个笋干的 他们家这个饺子馅真的是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笋干线的里面 就是加了那种切成小颗粒的笋干 吃起来就是最脆的嫩嫩的 我个人觉得封闪的还是那个梅干菜馅的 那我个人觉得封闪的还是那个梅干菜馅的 那我个人觉得封闪的还是那个梅干菜馅的 哇 真滋滋作响的太吃力了吧 哇 看到没有这个里面的豆腐都已经露出来了 这个鸡蛋都煎的那种焦焦的脆脆的可香 先来吃这个鸡蛋煎饺 哇 哇 哇 你们看一眼它里面 看到没有它是带汤的带汁水的那种 那里面的脚的脚脆脆脆脆脆的 然后里面的肉馅还带着汁水带着那种汤汁 这一口鸡蛋真的太香了 嗯 然后来吃蛋煎豆腐包 吃这个包子你们真的不难心急 这个流水传说中的心急吃了热豆腐 可烫了里面的豆腐 但是它这个豆腐很嫩 然后中间又加了肉馅 这个豆腐包跟刚才那个豆腐蒸脚的区别就是 它们的皮不太一样 这个豆腐包的皮更薄更软 但是那个蒸脚的皮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嚼劲 比较有韧性的那种 还顺着有三个豆腐包我感觉我都没有吃饱 看来还是得加单 哎呀再给我来一个梅干菜的 然后再来一个烤饺 等饺子的时间吃个西瓜 要人价单的梅干菜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绝了 这个倒是老大来了 梅干菜的饺子正是我心目中饺子街的风神之作 我回来看一眼这个真的是大半夜看到是不是都饿了 给大家看你今天的战斗力 今天一共吃了7盘小则 一盘是10个 一共70个 而且我还没有完全吃到 他们家真的是 我觉得大家有机会来绍兴旅游的时候 可以来尝试一下 尤其是他们家的招牌 梅干菜蒸饺 OK那我们今天这个饺子就吃到这了 大家如果喜欢小男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